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把它除掉了之后 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来比较一个 OK 比较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跟我发给你们的Lagree呢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但是呢也很像 我写在这下面 OK OK 我们发觉非常的像 对不对 非常的像 只不过Lagree里面呢 它告诉我们的解啊 要是L的JK这种形式 OK 待会呢 我们有这个展开来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一些要求 它这个里面呢 它有什么要求呢 它要求一件事情 比如说 我看看 J 它要求一件事情 J and K R integer 它是整数 而且呢 我们的J啊 一定要大于等于K OK 这个是个基本要求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啊 比一下 所以这样带进去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最右边下面那个式子嘛 对不对 它会等于Rho 底平方L 底Rho平方 再加上两倍的L 再加上2 减掉Rho 再加上DL 底Rho 再加上lm-1-L OK 我们会有这样的式子 这个式子是多少 我有没有编号 四字四嘛 OK OK 不只是这样子 它还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哦 它还告诉我们几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2L再加上2 OK 2L加上2在那边 2L加上2 这个 它要等于下面的K加上1 对不对 对不对 OK 还有呢 lm-1-L 要等于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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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整数 l是整数 1 也是整数 那你告诉我lm-1是什么 lm-..... 当然也要是整数 OK R呢 可以得到 那最后面它告诉你它的solution 就可以写成LJK OK我们喜欢这样上下写 那从这个地方JK呢 就等于什么 这个移过去2L加1 对不对 J就等于这个再加上K K又等于2L加1 整理一下 那么大加上K OK我们就可以写出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四字存 好那我将这几个结果呢 大致上先写在这边 OK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看看 这个一定要是个整数 那我可不可以干脆就把它当做N好了 N呢等于0 等于1 2 3 这样一路上去 可以吗 可以啊 对不对 N等于1 2 3 那因为呢 它原先这个四字呢 这里面啊 它要求一件事情就是 J一定要大于等于K J要大于等于K的时候呢 所以呢 它会等于J是什么 J要大于等于K 所以N加上L 就是Lambda Lambda把它看上N加上L 一定要大于等于两倍的L加上E OK OK 所以呢最后就得到N呢要大一点 L加上L加上E OK 这几个限制呢 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L啊 我们就在这边写 写成N加上L 2L加上E 它有两个index在这上面 OK 这个L是谁 是跟着前面的 这个有关系 N呢 是什么 它自己跑出来的一个常数 再加上L L又是跟这个有关系 那N呢 它又要求一件事情 要大一点 L加上E OK 那最后呢 我们才可以得出这个解出来 这个我们叫做 11次 OK 我们把这整个叫做11次 OK 好 到这个地方啊 好像 当然大家就有个问题啊 我们怎么知道它有这些特性呢 对不对 怎么知道它有这些特性 所以我们要稍稍微啊 花一点时间 来做一下 我们怎么把这个解到 它是L的这个形式 OK 怎么知道它是这个样子 我们从这个开始 记住啊 这个时候的L呢 因为我已经把这个提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L呢 我真正的假设的时候呢 我要让L等于summission OK OK 我们假设这样子 然后呢,A0呢,5等于0,OK,我们这样子讲,OK,开始咯,我们就把它带进去,这边呢,干脆先把它除过来,除过来的时候呢, OK,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好了,我们现在呢,开始把它通通丢进去,稍微做个整理一下,第一个是,这个一丢进来的时候,你微两次嘛,微两次的话,你是不是,我看看,我前面是用N是不是,我暂时先不用N好不好, 因为我怕会跟后面有个,好,我暂时把它放成K,OK,暂时这样放,所以第一个微两次,submission,K,AN,AK,K乘上K减1,ρ的,K减2,对不对,这样子, 再加上,这个要微一次,所以呢,这个是在前面,2L加上2,除以ρ,减1,后面呢,会是submission,K,AK,K提一次下来,剩下来是ρ的K减1, 再来,再来,这个呢,λ-1,除以ρ,除以ρ,submission,K,AK,ρ,K,等于0,OK,好,那我们要稍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之后,请你记住一下,这边这几个sum的,虽然说我都写成K,这个sum只作用到这个部分而已,这个sum只作用到这个部分,这个sum只作用到这个部分,对不对, 所以你要是喜欢吗,把这个叫做K,那个叫Kplung,那个叫Kplung,可以,随便,OK,我可以把这个叫做Kplung,这叫Kplung,可不可以,可以, 无所谓,因为它是个别作用,然后呢,我们以前做到这边之后,我们就,我们就怎么办,剩下就开始排啦,我们就从ρ的最低次方开始排,一直排,一直排,一直排, 因为它是到无穷大嘛,因为K到无穷大,所以就排到最后面,要等于0,什么时候,这种状况下面它会等于0, ρ的那个次方向前面的系数要等于0,对不对,OK,这个排的,请你们自己排一下好不好,好,很快,没有急, 两个三下就可以排完,最后面呢,你可以得到这样子,一大堆东西在这边,加上,我把后面的一些东西整理一下, 它会变成这样子,那每一项通常都要等于0嘛,所以就代表什么,这一个,要等于0,对不对,所以, 都是同样的步骤,没有做什么事情,那我们来判断一下,我们来判断一下,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把AK加上E啊,除以AK看看,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因为这个等于0嘛,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计算, 那那个你提过去负的,λ-1-L-K,除以,这一大串,K加1乘上,K加上2L再加上2, 对不对,等于这样子,好,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现在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K是什么, K是从0到无穷大,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它到底收不收敛,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OK,或者是以什么形式出现, 所以说当这个东西啊,当K趋近于0的时候, K趋近于无穷大,很大, 我先写无穷大,再代表很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AK加上1呢, 除以AK呢,你看看, 好像K很大很大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K平方, 那其他都是K的一次方,对不对, 那这边只有一个K, 所以最后面呢,只会是什么,正比于什么呀, K分之一, 是不是,它会这样一路下去, 你告诉我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代表后面那一项跟前面这一项比起来的结果是等于K, 那你要这样一直代换下去的时候啊, 它好像得出一个exponential的形式出来, OK,等于它会代换出一个, AK加1啊,跟AK当中呢, 它会类似一个形式啊,正比于K的阶层, OK, For large K, 在很大的时候好像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好像一个形式的解, 它好像啊, 可以写成一个polynomial, rho的polynomial, 再加上一个exponential rho, 因为exponential rho, 你把它展开来就是类似呢, 它的系数项就是这样子, 它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在, OK,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把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一路一路的带回去, 各位你看看这个在这边, L嘛, 对不对, L我们要干嘛, L, 在这儿, 是不是要带回到第十个式子, F, F又带到这边, 最后R才求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 你把这个带入, 第几次, 十跟八, 十, 再带入第八个式子, 那么它是不是告诉我R呢, 好像一个形式, exponential负的二分之肉, 肉的L次方, 再乘上一个肉的polynomial, 再加上exponential rho, 好像可以是这个样子, OK, 假设再看一下, 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个东西的增加太快了, 因为是exponential的肉, 所以呢, 所以当你肉很大的时候呢, 这个的增加绝对没有太快, 所以是整个的增加, 我换一下, 我换一下, 不要用蓝色, 蓝色写的时候插不掉, 换成绿色的, 它最主要是, 它的增加量, 就好像exponential肉在增加量, 所以呢, 这个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整个的数值呢, Grow like, exponential二分之肉, 因为你好像exponential肉在增加, 那前面有个exponential负二分之肉, 两个一相成, 它的增加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会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那要加N个像, 那很麻烦, 我们能不能让它这个submission啊, 到什么地方把它中止掉, 让它没有这个困难在, 那我们要把它中止的时候, OK, or must be terminated, OK, 怎么样terminate, or怎么terminate, 这一边, 它是个polynomial, OK, 假如说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 我们来看的时候, 假设我希望它到了什么地方之后, 然后它这一项就不见了, 那是不是这个分子一定要等于零, right, 那这个是它告诉我们先生, 那边是什么, lambda, 用, lambda, 减掉, 1减掉L, 减掉K, 一定要等于零, 所以, K是什么, K是个submission, 所以K本来就是整数, 对不对, 整数, L呢, L是θ上面的解的, 它也告诉你, 它也是个整数, 那你告诉我, lambda是不是一定要等于整数, 是, 那假设我让它terminate的, 就要决定于K的这一项, 假设就是最后一项, 再下去的这一项就拜拜, 就整个不见了, 我让K呢, 等于一个数值, 一个NR, 特别的数值, 然后我就把它terminate掉, 那么这样一来呢, 它是不是马上了, 从这边就告诉我, lambda的本身, 一定要等于NR, 再加上L, 再加上1, 对不对, 一定是这个样子, NR, 它是某一个整数, 这个整数一定是从, 因为K是从那边开始上, K是从零, 上不到无穷大, 那事实上, 我让它到NR截止掉, 所以NR的本身, 一定是什么, 大于等于零, 对不对, 它一定是个整数, 大于等于零, 这个也是个整数, 对不对, 所以这整个呢, 也是个整数, OK, 而且呢, 要怎么样, 要大于等于零,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会得到N会等于NR, 再加上L加上1, 那NR它一定要大于等于零, 就代表N的本身, 一定是大于等于L加1,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是不是当初跑出个条件出来, N一定要大于等于L加上1, 而且我们可以让N设定成1, 2,3, 对不对, 那这样子, 因为L是从零开始, 所以零加1它整个1, 所以N一定是从1开始, 对不对, 所以N呢, 为什么要设定成1,2,3, 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OK, 这样子下去, 好, 到目前为止呢, 基本上呢, 我们已经将这整个东西, 解到一个段落, 只是, 我还没有把这个形式完全写出来而已, 算到这边了, 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L带进来这个, 这个再带进来这个, 得到R, R再带进来这个, 我们就得到完整的V方形,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完整的V方形, 就可以大致上写出来, 类似这样子, 我们在这边写一个R, 第一个R呢, 会等于这么一大串的东西乘起来, 那这里面很好玩的是, 它跟N有关系, 它跟L有关系, 所以R呢, 我可以写成N跟L的index, 那里面的形式, 当然了, 就可以类似这样子, 我先, 还没有normalize哦, 好, 那这边就是R, OK, 那最后面呢, 我们把这个带来这边,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得到, R, D到Fy呢, 不只是这样子写, 等一下, 我把这个写成白的好了, 重点是在于, 它下面跟三个index有关系, OK, 终于把什么, Igon function解出来, 但是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我们不只是喜欢Igon function, 我们也很喜欢, 要知道我们的能量会变成什么, 对不对, Igon value等于什么, Igon value在哪边, 在这儿, 所以我们要从这边来凑合凑合, 把这个凑出来, 你看, 这边有能量E, 它跟着Delta有关系, Delta在这边, Delta跟着Lambda, Lambda什么, Lambda就是N嘛, 不是吗, 我们这边已经要求它等于N,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整理出来, Energy呢, 写成这样, 负的μ, over2H8平方, Z1平方, over4π, Aption0平方, 1overN平方, 好, 我们终于啊, 把Igon value, Igon state, 通通都算出来了, 大功告成, 然后呢, 这个地方因为有M嘛, 对不对, 我们上次在解那个YLM的那个时候, 已经告诉我们M的绝对值啊, 一定要怎么样, 小于等于L, 对不对, 所以目前看起来乱七八糟了, 我们干脆重整一次好不好, 这个不要, 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这个不要了, 好, 我把能量呢, 重写一次, 写在上面, Energy, OK,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N, L, M, 这写起来太麻烦了, 干脆维持原样, 这样子呢, 比较容易看哦, 但是有几个要求, L, Integer, Integer, N, L, M, 都是整数, 但是要遵守几个规则, M的本身小一点L, 第二个, N呢, 一定要大于等于L加上E, OK, 这样子呢, 我们就终于把它算完,